在香港的繁華都市一位年薪三百萬港幣的英國投資銀行高層 生活在金錢和名利之下 他被外界視為人生勝利組 但背後隱藏著無人知的黑暗面 一個無人會猜到的可怕一面 大家好,我是法蘭克 今天我將帶大家探索這一位外界眼中的人生贏家 是怎樣因為濫用精神藥物和淤酒 逐步變成一名殺人犯 讓我們一起揭開灣仔嘉惠軒傷屍案背後的故事 2014年11月1日 警方接到一通英文的報案電話 指灣仔嘉惠軒3109室有事發生 希望派警員到場 指報到場的警員打開門之後 惡臭和血腥味隨即撲鼻而離 警員更無法相信眼前的這個景象 屋裏面竟然有一個大字形睡在血泊之中的女人 究竟發生了些甚麼事 而臭味又是在哪裡傳出來 我們就要由2014年10月初開始講起 Smartie Ningsy 自稱Alice 是一位拿著三個月旅遊簽證 23歲來自印尼的單親媽媽 為了改善家鄉的家人和兒子的生活 一個人來到香港希望可以找到一份夜場打碟的工作 也有下海在這三個月內賺一些快錢 Alice 是透過性工作者網站認識到這位恩客 第一次在酒店進行性交易的時候 就已經嫌這位恩客太過暴力 要求退一半錢提早結束 而這位恩客正正就是Rurik Jutting 年收入高達三百萬的投資銀行家 Rurik以二萬六千港幣 租近位於灣仔的高級住宅嘉惠軒 雖然擁有著豐厚的財富 但物質根本就位置不到Rurik內心深處的空虛 由英國調派到香港的Rurik是完全沒有社交 一直在家裡吸毒、淤酒和打機 還會沉溺在他變態的色情世界 也將這麼扭曲的性幻想發洩在性工作者身上 2014年 Rurik開始會不定期缺席工作 直到10月還宣稱無限期休假 在10月25日 Alice再一次接到Rurik的預約 雖然有過不快的經歷 但Alice實在抵不住金錢的利友 被帶到家回獻 可惜的是他這次再逃不出死神的魔掌 Alice被Rurik用索帶綁手 經歷了三天的虐待、折磨和性侵 Rurik會用皮帶和性玩具虐待Alice 還迫使他使用精神藥物 Alice甚至被凌獄要求舔馬桶 在這個時候 Rurik就拿刀從後一刀割到Alice的喉嚨裡 之後再將他拖到淋浴間繼續瘋狂地割 割到他的頭差不多和身體分離才肯停手 在殺完人之後 Rurik還拿出自己的手機 開始對死去的Alice拍照和合照 又拍片描述自己是怎樣虐待和折磨Alice 最後Rurik直接將死去的Alice 放入一個黑色行李箱 再移出露台 幾天之後 有閉路電視拍到Rurik 去了性商店買大量的性玩具 和五金譜買大量的工具 好像鉗和錘仔等等 2014年10月31日晚聖節 很多香港人都去到酒吧狂歡 Rurik也不例外 去到位於灣仔的酒吧Neal McCarty 開始尋找他第二個獵物 Jesse Lorena是一位已經來了香港八年的家庭容工 晚上會去到酒吧工作賺取一些愛快 萬聖節當晚有上班的Jesse 就被Rurik提議用金錢換取性服務 回到家會軒之後 Jesse開始心感不妙 還發短信給朋友說屋裡面聞到惡臭很想走 而且在親熱的時候 Jesse留意到Rurik買回來的性玩具 就開始大吵大鬧 Rurik隨即就拿出收買在梳化底的刀 去威脅Jesse要求他保持安靜 Jesse並沒有屈服 反而越來越激動和大聲 這個時候Rurik就一刀瞄準Jesse的喉嚨 隨即倒臥在血泊之中的Jesse 也慢慢失去意識 期間有服用精神藥物的Rurik其實還未清醒 甚至出現幻覺和羽毛倫次 他有想過了結自己的生命 但最終選擇打給警方繼而自首 不過一切已經太遲 血泊之中的Jesse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藏在行李箱裡面的Alice 也已經腐爛和傳出陣陣的惡臭 出身於英國倫敦的Rurik其實和香港很有淵源 外公任職的皇家香港警察高層 在香港認識到一位華人太太 Rurik媽媽也是在香港出生 所以Rurik有四分之一的華人血統 父母一個是工程師一個是生意人 所以家裡非常富裕 Rurik很小就被送到一間傳統的貴族學校 接受良好的教育 Rurik也不負眾望成功在著名學府劍橋大學法律系二級榮譽畢業 但令人示茂的童年背後隱藏著黑暗的一面 學生時代試過被同學性侵 又親眼見過爸爸角脈 雖然救得回 但這兩件事對他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Rurik性格由小到大都很自負 因為自己很聰明不可以被人看不起 這件事也是Rurik人格障礙的先兆 成長期間還沉迷一些變態色情片 好像是凌辱和虐待等等 這個時候的Rurik人格和性幻想已經變得扭曲和黑暗 他自己也說好享受暴力性愛 又會和朋友參加集交派對 享受性交時看人和被人看的過程 Rurik在英國第二大銀行巴克萊銀行做了兩年後 再轉到美銀美鈴證券 2012年由於涉嫌銷售投資產品違規 被上司以影響公司聲譽為理由 將Rurik調到香港 這個舉動某程度上是懲罰Rurik 而Rurik亦坦誠被派到香港是他人生的谷底 或者是工作壓力太大和不開心 Rurik開始大量使用毒品和淤酒 還不停召忌 本身扭曲的性格加上濫用藥物 終於控制不住自己的壽性 他也承認是精神藥物影響下的暴力性愛 令到他得到前所未有的快感 Rurik又說他其實有一刻想過放走Alice 但覺得虐待了Alice三天放她走 只會對自己非常不利 才決定殺人滅口 警方邀請了合共四個英國和香港的心理學家 都診斷Rurik有自戀型人格障礙和虐待狂 智商測試顯示 Rurik的智商高達137 只可惜高智商都沒辦法凌駕他的壽性 Rurik的律師團隊希望利用心理病、藥物和酒精的理由以獲得減刑 又表示希望Rurik可以回到英國服刑 但都被一一拒絕 法官表示事件發生之後知道怎樣處理現場 而且還有買用具去準備找下一個受害者 證明Rurik的思路其實非常清晰 並未完全受到精神藥物的影響 在自拍的影片裏面對自己做過的事情毫無悔意 如果將來被獲釋對女性是極為危險 Rurik將會被視為高度危險人物 最終兩項謀殺罪名成立被判處終身監禁 這位兇殘的殺人摩將會在異鄉的監獄裏面度過他的餘生 可惜遠在印尼的家屬將永遠不會再見到自己親愛的女兒和媽媽 Rurik這個名字背後有著偉大之人的意思 可惜天賦極高的Rurik Jutting人生最後並沒有走上偉大之人的道路 而是選擇走上一條黑暗的不歸路 多謝收看圓旗移民館 歡迎大家在留言區說下你們的看法 以及訂閱這個頻道 Share 給朋友 下集將會為你帶來更多的圓旗移民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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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